我們現在來證明這個三垂線定理 這個三垂線定理它是怎麼講呢? 它是說 現在有一個平面E 那現在有一條直線 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 跟這個平面交以V點 那我現在在這個平面上面 隨便劃一條線 這一條線我們叫LE 這LE是坐落在這個 1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 然後我再引這個垂直 跟什麼呢? 做一條那個線段 跟這個LE互相垂直 垂直 這個垂直 然後這個垂直的話 假設是C 這是直角 垂直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這個 在L上面認取一點P 那PC啊 它就一定會垂直於什麼呢? 垂直於這個LE 好那我們現在來證明這個定理 好 首先因為這個L 跟這個平面E它是垂直的 那L跟這個平面垂直的話 所以平面上任何一條直線 線段或向量 都會跟L垂直 也就是說 L 它會垂直 這L1 因為L1 它是坐落在 這個平面上 屬於這個平面上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這個 B 又 VC 它是垂直於什麼呢? 垂直於LE 垂直於LE 這是乙枝嘛 因為我是做那個垂線 這是乙枝 好啊所以 所以呢這個 這個L 跟這個線段呢 所在的平面 L與 這個線段所在的平面 所以呢 這個L 與什麼 與VC VC 所在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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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什麼呢? 我們叫做那個 EL好了 叫做 EL VC好了 這隨便寫 ELVC L與VC所在平面 就跟什麼呢? 跟LE垂直 為什麼? 因爲什麼呢? 因爲這個 L1 跟VC垂直 LE又跟L垂直 所以 L與VC所在的平面 它會互相垂直 所以呢這個叫做 VC 它就垂直於什麼呢? 垂直於1 L1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垂直於這個LE 垂直LE 垂直LE 所以我就曉得 這LE 它是跟什麼呢? 跟這個 PC垂直的 PC垂直 為什麼它跟PC垂直? 因爲PC 它是屬於什麼呢? 屬於 這個LVC 所在的平面 LVC 所在裡面 屬於LVC 因爲它跟它垂直 所以這個平面上的任何 直線 線段 或向量 都會跟它垂直 PC呢 是什麼? 是這個平面上的一個線段 PC是這個平面上的一個線段 所以它會跟它垂直 這樣我們就證明完了 好,那反過來 反過來的話 就是說 如果L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 而且 PC 也跟LE垂直的話 如果BC 它也會跟什麼呢? 也會跟LE垂直 這個證明的方法跟它一樣 就是說 你L跟什麼? 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 那 它 L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嘛 所以 L跟 LE垂直 然後呢 PC 又跟LE垂直嘛 所以呢 LE跟什麼? 跟L 與 PC所在平面垂直 那現在的話呢 BC 是坐落在什麼呢? 坐落在 L與PC所在平面 所以 LE就會跟VC垂直 為什麼? 因為LE跟什麼? 跟你L與PC所在平面垂直 那VC又是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LE 當然就跟了 VC垂直 所以只要什麼呢? 只要有一個 只要 就是說 這個LE是坐落在平面上 L跟平面垂直的話 那我現在呢 以一條線 跟它垂直的話 另外這一條線就會跟它垂直 同樣道理 這一條線跟它垂直的話 這一條線就會跟它垂直 那這個就所謂的 三垂線定 可以站在平面垂直 如果我們別人的 有些違的 讀法 細節